全球大家都非常 這個矚目的貝克漢家族 他在今年四月娶媳婦 那時間又很快 我記得貝克漢以前才是什麼 年輕小生之類的 好帥 衰老 小朋友大兒子叫布魯克林 已經娶了千金名模 叫做妮可拉進門 不料結婚才幾個月 這個婆媳不合的傳言滿天飛 那想不到他們西方人婆媳不合 歡迎來上節目 會把黃醫師跟你們同臺的 那妮可拉前不久 也在社群媒體 PO出了自己哭紅雙眼的照片 引起了非常多的這個意測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前情提要 這個就是妮可拉 這個就貝克漢的兒子叫布魯克林 如果叫布魯克林應該是 紐約的窮人區 那這個是這個妮可拉的媽媽 有沒有像姐妹 好像喔 可是她六十七歲 對 這是爸爸 爸爸八十幾歲了 他們生了七個小孩 都是她生的 也就是說她的老公 其實又有錢又有專情 對不對 那這個 這是布魯克林的媽媽 其實也很年輕了 但是已經有媳婦了對不對 那這個是貝克漢 貝克漢依然瀟灑 對 他新郎子 新郎比新娘子少四歲 一個二十七 一個二十三 好 那 這個是Vogue雜誌所提供的 這是貝克漢 這是太太 其實真的看起來 還是非常的 身材非常的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呢 因為要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他們兩家 其實都很有錢 貝克漢家族 貝克漢家族 有一百二十四億臺幣的身家 多不多 多 拜託 如果我們四月 我們就不懂得花得拚到 更何況一百二十四億 可是呢 相比這個家族 這個家族有五百億臺幣 他們是P&G 就是保檢 保檢的這個股東 大股東 還有溫地漢堡的大股東 還有Hans 韓師是不是 韓師食品 番茄醬跟芥末醬的 番茄醬跟芥末醬 好 那麼今年四月這個婚禮 是在女方位在 FORIDA的這個豪宅舉行 當時說花了五百萬英鎊 一億八千萬 好 那這個全球矚目的焦點 那麼這個請 好 玉峰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導火線就是從這個婚禮開始的 對 好 我們先講貝克翰 其實他從小就出生在工人家庭 然後他靠著自己踢足球 從輕訓的這個產品 然後變成曼聯的一線隊的球星 然後最後呢跟他的教練 楚不合之後呢 反正到了西班牙去 大家覺得說他會不會 離開了家鄉會踢不好 結果他在西班牙的這個 銀河艦隊 黃馬要踢得更好 所以他身世是如日中天 他娶了這個辣妹合唱團的太太 其實真的令人呈現 就這麼多年 他的婚姻都非常的好 曼徹斯特聯隊是英國的 這個職業的最有實力的球隊 對 也花最多錢 對 那西班牙是黃加馬德里隊 對 叫做黃馬 我們現在是體育節目 你忍耐一下 所以等於說 我也有看了 等於說他是在曼聯 在黃馬這兩邊 他都站穩了腳步 所以他真的是靠自己的實力 踢出身價 然後娶了這個辣妹的老婆之後 其實全球代言 他覺得說這個家庭 非常的和樂 非常的有實力 非常的有錢 不管怎麼樣 這個家庭一定是最強的 但沒想到布魯克里 娶到的這一個 其實更有實力 就是他們家 他媽媽卡羅蒂亞是名模 然後他爸爸剛才講的 張大哥講的 PNG 然後這個亨士集團 亨士集團是連那個 巴菲特也要去入股的 一間很有名的公司 所以他們的實力 也是不容小覷 再加上他們家的一個家世背景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歐滿寧 所以這個婚姻的主場 這個婚宴的主場在哪裡 在佛羅里達 500萬的英鎊 花了1.8億 結果搬下去之後 貝克漢也到了 因為兒子娶媳婦 兒子娶老婆 他自己娶媳婦 貝克漢到了 然後維多利亞這個 辣麵合唱團的前團員也到了 一家都到了 可是到了現場 發現主桌 沒有他們倆的位置 沒有貝克漢跟太太的 你有想過貝克漢到哪一個場合 主桌不是他嗎 對 我相信就算來這裡 貝克漢就算不能坐在那個位置 應該也可以坐到這裡 如果貝克漢來 我們給他坐桌子 大中間上面 吼一嘴 對 你知道嗎 那個八卦的小報 在現場就有說出來了 就是貝克漢到現場 還是維持著禮貌 但是婆婆 維多利亞 那個臉就是垮下來了 你有想到 他們成名這麼久 他就算說他不是歐滿你 可是他已經成名數十年了 而且他們的身世地位 整個菲門的身世地位 是維持不墜的 好 沒有做主桌 貝克漢也是很有禮貌 就算了 那婚故的朋友 就帶他去別的地方 可是去那個地方 位置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他爸爸 這個維然的岳父吧 的人脈實在是太廣了 他跟川普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你主桌他的家人 貝克漢那一桌 還有這些政商名流 那這些政商名流 你不太可能 讓他坐到更別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說 那一桌一直往外坐 就是大家擠一直擠 所以貝克漢那個表情 也是聽說就是慢慢的不是很好 所以在那個主場 後來他就會腳踢囉 忍不住 忍不住拿腳來就踢了 好 那這個過去就過去了 可是呢 這個媳婦 妮可拉以前也是 家裡有錢 然後又拍過變形金剛 也是甜心美少女 那開始在IG裡面 就開始PO照片 都是一些落淚的 剪影的 最後連眼睛那種紅腫的都PO了 可是他也沒有講什麼事情 他只是有一句話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內心脆弱的一面 可是你家裡那麼有錢 你又嫁給了貝克漢的大兒子 然後呢 你的婚禮又是世紀婚禮 有什麼問題呢 你又不講 大家就開始猜 是不是就是說這個婚禮 還是呢 婆婆給他臉色看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蠻厲害的 他就是一直不講破 可是一直在回答網友 啊 謝謝你的關心啊 我們會越來越更好啊 所以呢其實他就是把風向 帶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失策 那個婆婆也是從演藝圈走上來 到了明媛圈 這些一路上 甚至貝克漢可以維持這麼紅 很多他的經濟失誤 也都是這個維多利亞 就是這個老婆在幫忙 所以我覺得這個鬥下去 後面應該還有戲 廖老師就是說貝克漢跟太太 沒有辦法排在主桌 你覺得這有沒有瞧不起人的意思 我覺得應該是是特意的 特意的 怎麼說 你是全球知名啊 然後你有錢啊 但是你的錢是我的這樣子而已啊 四分之一 對 然後呢 你有名又怎樣 我就給你看一下有錢的樣子 所以這是一種夏馬威 我覺得因為他的兒子 也像入罪一樣 因為我比較小比較容易管 所以就 那如果是你兒子娶妮可 你覺得你會被排在哪裡 我可能不會去吧 會啦會啦 因為外面走廊 因為說不定連一件很像樣的禮服 都穿不上啊 那何必去呢 對不對 對 新聞娃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